你回国来干嘛 袁宽 我没事 我看看 泡伙来干嘛 我回来办签证 差点过期 能不能私下聊一下 屋里吧 屋里吧 那什么 我先出 新官的那家务事 正好我也需要一个见证人 你就在那儿说吧 这怎么说 让我见见雷雷 做梦 我待不了几天就得回去 我真就见一见 我就见一会儿 我已经两年没见到他了 那我今天下午吧 我到今儿又下午时间 不用去 我不去 我不去 我不去的你给他偷美国去呢 玩去吧你 什么偷 就算我把他真灵走都算偷吗 我是他亲吗 你说这么难听干嘛呀 你还真的让他逃美国去呀 那你才见个屁呀 他也没说真要把孩子带走 那他干嘛不让我去 我就是想跟自己的孩子待一待 你每天跟孩子一起 给我半天走 行 那让你见见吧 这事我去算什么呀 你说这事你让我求谁 我那帮九肉朋友 我跟他们怎么说啊 就说我前期想见见孩子 你们帮我盯着去 那帮孙德不得笑话死我 再说了 雷雷除了保姆我都没撒过手 他也不愿意跟着别人 你算头一个 你这也退不考究了 我说啥 不是 就说啥 不听话 啊 不听话 我说啥 你得不听话 嘛 我说啥 你说应该改行了 停 又闭着 赵达春让我带着蕾蕾 蕾蕾 是妈妈 她是不是不认识我了 可能孩子还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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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我吧 是 叔叔陪你一起 好吗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带跑 我不是说了吗 下次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带 一大堆 好吗 妈妈也在美国啊 妈妈也给你带一大堆糖 好不好 妈怎么那么喜欢你啊 我也不知道 刚见到的时候就挺黏着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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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来 来 吃饭 喝湛饮吧 我来 麻烦帮我合张影行吗 好 谢谢啊 来 来 再来一张 谢谢啊 走 等我回头洗出来给你一张啊 打承说几点啊 达成说几点啊 也差不多了吧 雷雷 教成妈妈好吗 就医生 我 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艾山 艾山 你在听吗 我刚进家门 我爸说你打了十几个电话给我 昨天晚上啊 赵大川叫来了十几个人吃饭 最后给喝多了 后来赵大川啊 别说了袁坤 回来之前 别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求你了 我惨祝你了 好 舒服 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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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得回去了 也许很快就会回来 回来一直陪着你 孩子送回去的时候 大概是六点吧 赵大川飞得拉我去吃饭 估计是想找我聊 关于刘浅荣的事 我实在是不愿意再搅和在这里边 所以我没去 再辙 我也是惦记你 过程就是这样 我知道你会担心我会怀疑我 这是你的权利 但这确实是意外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 我会睡在外面 我也不知道 我会那么长时间没有跟你联系 关于这件事情 我可以向你道歉 认真地道歉 至于刘浅荣 他什么时候回去的 为什么要回去 我确确实实是不知道 后来我们在公司碰到的时候 他也吓一跳 这个 我可以发誓 是他也吓一跳吗 是巧合 曾幸运 什么巧合都能砸你头上 你们总共见了几面 算两次 好好想想 两次 私下吗 私下 我就跟你说了 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 爱山 没意思 也不知 这有几个电视剧挺好看的 我没意思 你叫有意思去 你干吗呀 你说你到底想干吗 你没有吃饱了 我没客气 你不要吃饱了 我没吃饱了 我不客气 开简单 我快去喝 我快来喝 我快喝 你喝酒 你喝酒 我吗 你喝酒 我 喝酒 你喝酒 我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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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不想失去你 我都是脑子都是懵懂 我知道 我怎么会这么糟糕呢 别说了 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 没事 爸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一直在念叨你 当初要不是医生说不好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肯定会飞过来 我们挺对不住他老人家的 我爸 没事 你这次回去怎么样 沈岸 你真的想象不到国内的变化会有多大 到处都是人 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活力 我真的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还以为中国的企业家都是赵达川那样的 我真的想早点回去看看 你东西死了 我不会同意你回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你鼓动我回去的吗 那是事 现在不是了 我们不能再分开了 快 我忽然间觉得 我只要一时见不到你 手摸不到你 我 傻子 我就是到哪儿我也是你的呀 行吧 咱先不说了 这事咱回头再商量好吗 不 这事不商量 不商量 干吗突然想到来那把酒香啊 这个季节 出来透透气嘛 这段时间太编慢了 也是 来美国那么多年了 也没好好出来玩过 想想挺遗憾的 坤 你已经适应不了国内的环境了 我想 一个人的胃最重要的答案 好 这是我们国内的环境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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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把酒香是谁建的吗 欧洲移民 他们白手起家来到这里 吃了很多苦头 终于把这里建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酒香 几辈人的美国梦 梦想成真 坤 你看到外面那些葡萄树了吗 它们为了生长 拼命地往下扎下根 其实我们就像当年的欧洲移民一样 只有努力往下扎下根 才能够生存下来 你带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吧 你要理解得这么直白 我也没有办法 干杯 刚才在路上 那些鲑鱼你都看见了吗 看到了 是不是很壮观 知道为什么 鲑鱼在产卵期的时候 一定要逆流而上 返回自己的故乡吗 这个好像连科学家都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肯定是回流情节 对于它们来说 他乡永远都不会是故乡 这些鱼要有三千英米 才能返回到自己的故乡 有很多鱼就永远地留在了半路 是 连鱼都能这样 我们干嘛 我从小在国内长大 怎么会不适应呢 我从小在国内长大 再说中关村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我亲眼看见了充满了活力 中关村像一束早晨的阳光 冲破云层喷破而出 我觉得时机到了 我们该把技术带回去 那我们就要两地分居很多的问题 难道你不想要孩子吗 暂时的 等那边稳定下来以后我就接你过去 难道你不想回国墨山 不想 可是在美国我们永远都是边缘 这点你没想过吗 我们是 我们的孩子未必是 我们得给他们铺路 可未必他们会像你一样喜欢美国啊 你敢说你不喜欢吗 你群空聊得的时候 在餐馆送外卖 抄击市场洗猪肠 不都不肯离开美国吗 我那个时候是为了读学位 我当然不能走 可是现在不一样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争了 伤感情 我不会松口的 吃什么 我也不会松口 我也不会松口的 我也不会松口的 我很松口 至少现在 那什么时候 哪什么时候 在合适的时候 他总会出现的 我想 他总会出现的 我想起来 回中关村 你怎么 跟女人一样善变 那谁做程序工程师啊 硅谷大马的人 你可以再去捡啊 我这次跟你来 主要是谈入不入骨的事 我现在没钱 你只要现在这个时候进来 你就是抛了艾伦 怎么样 我丢了邦尔艾伦 一万美元 两万 我最多就两万美元了 月东 你没有项目论证 又没有可信性报告 你甚至今天让我一个 好想法都没听见 你东西完全一门不直嘛 我之所以愿意投两万美元 纯粹是因为 中关村 不是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跟你有关系啊 现在这种情况 任何一个笨蛋 现在那片土壤里 都能成长的 长得大 长不大 就看你自己了 两万就两万 两万就两万 什么事儿 小事儿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袁坤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说好的 谢谢 撕的是撕不掉的 有一个小的时间 快就把你发现 你去干嘛 我们来两个人 要快一个人 这边有什么事儿 呢 对 第二个人 就是 这边第二个人 真的是 pos哪里 你能够找哪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 你的 这个刘谦如 这个 我跟你说过的爱是爱的 你爱我吗 坤 爱 我爱你 你爱你 回去吧 坤 我在这里等你稳定下来 我相信你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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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是否是货 货不相依 多正常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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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坤 把你的护照和毕业证更补一下 好 表哥填好了吗 我还以为要填很多张呢 没想到这么简单 我们制定一套海归注册公司的新体系 气快捷又简便吧 你们还制定出体系来了 你们留学生在国外生活习惯了 做事总享高效率嘛 要你们到市里各个部门去办手续啊 准教库连天的 几个月都办不完 还得盖很多张 是啊 所以我们请了市区两级政府的官员 每个星期到这儿办公半天 这叫一站式服务 那我的营业执照是不是很快就能拿到了 一星期之内吧 你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协调吧 一劳永逸嘛 嗯 我今天啊 对中关村也有了新感觉 你们北京星光电子有限公司啊 成为中关村快办008号 今天就算正式入园了 没想到在中关村当老板这么容易 当个成功的老板可不容易啊 创业员就像个大筛子一样 大可的诗字才能留下来 麻烦问一下 师傅不是在七楼吗 是 您跟我走吧 谢谢 翻译还不错 够奖了 还得多学习 什么事儿 我听说北京市对海归公司 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政策 我想来拿点资料 来我去看看 就这几页啊 你还想要几页啊 学会计的 我一岁十百数三岁通出算 十七岁学会计 看看我这辈子 就只有当会计这一条路了 我公司现在正想招一个会计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什么时候可以过来找我聊聊 原坤 这坤那倒挺特别 我教央杨雪儿 坤雪 咱俩学会不容 我看够呛 我说你这是在挑工作呢 还是在测八字呢 你以为那么容易就把我挖走啊 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 那行 那就请欧阳小姐好好考虑考虑 杰朗 Frank Hello 为什么让你来到这么早 我曾经想到你昨晚 所以我们不花太多时间 所以我起来早 所以我们会再花更多时间 Frank 你仍然有一个年轻的心 哈哈 可能我会遇到一个特别的 谁让我感觉到这样 杰朗 我现在差点了 你认识,NNC是在HAA做的 HAA? Yuan Kun的提出了吗? 可能我错了, Yuan离开的可能是SBT的最大的错误 那么你带他回来吗? 我试试, 但他的妻子是... 别担心, 去吧,去吧 姚姐 什么事儿? 我们一起聊聊好吗? 我请你吃饭 什么事儿? 我请你吃饭 谢谢你 说吧 什么事儿? 表姐 我们能不这么紧张吗? 我当然想 其实 我也是逗气儿 上次那照片儿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拍都拍了 总得给袁坤一张,是吧 孩子那事儿,你也大可不必紧张 其实,我也是骗你的 你怎么拿重视开玩笑呢 也是话赶话了 不说了 总之,我现在跟弗兰克也挺好的 希望你能够真心对待他 表姐,我今儿找你出来是想说 袁坤离开SBT太可惜了 SBT是一个难得的能让袁坤发展的平台 弗兰克其实也挺赏识他的 这件事儿,他也有些后悔 要是袁坤能回来 他答应HAA还是袁坤主管 我想 你是不是可以劝劝袁坤在 再不行 我也可以离开 谢谢你千荣 不过太晚了 袁坤他已经回国了 他想回国发展 我一直在犹豫 可是还是答应了 钟关村有他发展的空间 回去更容易实现他的梦想 公司这两天已经挂牌了 看上去势头还不错 他什么时候走的 两个多星期了吧 带你自己买吧 艾山,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什么时候能不再这么阴 能不总是等别人一股脑脑 把话全说完了你才表态 你就不能磊落一点吗 像我 你什么意思啊 那你刚才说 全是假的 对,全是假的 对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没有必要说真话 为什么 因为你卑鄙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袁坤已经走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我有这义务吗 好 好 我们走着瞧 刘芊蓉 你想干什么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啊 好 好 我看着 你想怎么闹随你 但是有句话 我想说在前头 做人不要太钻牛角尖了 自己讨厌 也让别人讨厌 瞒不瞒你我没有想过 但至少袁坤不想让你知道 他讨厌你怕你骚扰他 你听懂了吗 还有 我既然能卖了家当 让他回去创业 所有的可能性 我都已经想过 你想怎么着 随你 那我也有话告诉你 雷雷的血型是AB型二儿之阴性 跟袁坤一样吧 你说得没错 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我们也许是时候让他知道了 我让你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他 我 也许是你带来 他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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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